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据报道拜登即将开启亚洲之行 并预计在访问中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 发言人赵立坚对此作出回应 中方正在密切关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亚洲的消息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 昨天在同日本外相进行视频会晤的时候 专门就日美关系等问题表明了中方的立场 中方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该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我们也同样认为每日发展双边关系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